小孩,你學榮春嗎? 榮春正宗,佛山讚先生,第二代傳人 聽你這麼說,你是找前華的徒弟來的 是啊 我還以為什麼正宗 以為你跟五枚書大學的 學了多久? 尋求學院了嗎? 標志也學過了嗎? 老闆,你也學過榮春嗎? 第一,我說過我不是老闆 我是這裡的本事 第二,我是學榮春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宗 有沒有興趣玩兩下? 下次先吧 下次就沒時間了,就是現在來 不要了吧,萬一有什麼損傷 那你只是看我們老人家不起的 來吧 本事先生 來吧 李叔父沒有教你嗎? 同門教技,留力就不留手 幹什麼?看我不氣嗎? 那我禮真的了 小朋友,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嗎?那就來吧 小朋友,你沒事吧? 我們不是要? 悔心… 你沒事吧? 看著我的衣服怎麼走 你那些也是詠春? 我打出來的就是詠春 你那些不是詠春 師父說詠春是手打七分 腳是三分, 尊哥下山羅 不要賴書虎 沒錯, 傳統的詠春是以手為主 但是不能夠一成不變 變化了的詠春, 變得更加靈活 有腳法, 有衰法 一招多用, 招招實用 不知道高人專勝大名呢? 我叫梁碧 所以, 佛山人每個人都稱我為先生碧 你書公, 梁讚就是我的伯爺 原來是師叔? 那我的詠春還算不算是正宗? 師叔真是風趣 弟弟, 後天你再來這裡找我吧 後天來這裡? 你不想學習嗎? 當然想 但是讀書期間 沒什麼多餘錢加學費? 我又說要過收你學費嗎? 他沒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去除了